多多 买齐 马上就要吃晚饭了 今天晚上你们想吃什么呀 妈妈妈妈妈 我想吃水煮玉米 好好好 那妈妈给你做水煮玉米吧 嗯 妈妈妈妈妈 我不想吃水煮玉米 我想吃大汉堡 牛肉汉堡 水煮玉米 连肉都没有 我不吃 我不吃 不不不 妈妈妈妈 我要吃水煮玉米 水煮玉米可有鸳鸯了 不不不 不吃水煮玉米 我要吃大牛肉汉堡 牛肉汉堡 好了好了 多多 买齐 你们两个别吵了 你们两个吵得妈妈头都快晕了 嗯 要不然这样嘛 妈妈 这有一个拼图 只要你们两个谁先把它拼好 妈妈就做谁想吃的东西 怎么样 好呀好呀 妈妈 没问题 拼图对我来说太简单了 这可难不到我 啊 这是什么拼图呀 怎么这么难呀 哈哈 这个拼图太简单了 我经常玩 这个放这里 把这个放这 这个放这里 好了 妈妈 我已经拼好了 买齐 你愿赌服输吧 既然姐姐都拼好了 那我们就做水煮玉米吧 嗯 那好吧 妈妈 我愿赌服输 好了好了 买齐 买齐 你也别难过了 今天吃不成牛肉大汉堡 明天妈妈带你们去吃吧 好呀好呀 明天可以吃大汉堡咯 爸爸爸爸 接球接球 来了来了 儿子 来 小姜四 接球 兄弟兄弟 目好了 目好了 小姜四 你自己玩一会儿 我跟你的叔叔说会儿话 怎么了 怎么了 我跟你说 牛肉厂有好多好多的小朋友呀 咋没呀 去搭配 可练得着好几个呢 哎呀 真的吗 哎呀 那就是太好了 嗯 小姜四 我要跟你的叔叔出去办两事儿 你自己在家好好玩啊 爸爸一会儿回来陪你踢球 好的 爸爸你和叔叔就放心的出去吧 我们走了 刚才听见爸爸和叔叔的对话 他们要去游乐场抓小朋友 不行 我可不能让他们抓小朋友 我得给汪汪对阿琪打电话 让他们去保护小朋友 喂 是阿琪吗 是啊是啊 是谁呢 我是小姜四 我的爸爸还有和我的叔叔 他们正要去游乐场抓小朋友的 你们赶快去保护他们呀 嗯 真的吗 知道了 小姜四 谢谢你了 嘿嘿 这样小朋友们就安全了 小朋友们 你们觉得我这样做对不对呢 要是觉得我对的话 就给我点个赞吧 这个是我送给飞飞的礼物 希望飞飞会喜欢吧 哎呀 飞飞差不多这个时候要来了 我去拿飞飞最爱吃的烤肠去咯 猪猪侠 猪猪侠 我来了 猪猪侠去哪儿了呀 怎么不见了呀 哇 这里有这么多好吃的 嘿嘿 我知道了 肯定是我好兄弟 猪猪侠为我准备了 真的太好了 兄弟呀 那我可就不客气了 喵猪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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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 你半天啊 呆呆 你看我这送给飞飞的礼物不见了 飞飞生我气了 啊 送给飞飞的礼物呀 呆呆 难道你知道放在哪了吗 嗯 我不知道呀 不知道 这东西明明放在这的呀 这去哪了呀 屏幕前的小屏幕呢 你们知不知道呢 妈妈妈妈 不好了不好了 麦琪弟弟和欢欢不见了 什么 欢欢和麦琪不见了 大鱼 不可能吧 说不定他俩单独跑去哪里玩了呀 妈妈 不是的 我已经遭遍了他们长去的地方 都没有看见他们 啊 真的吗 那我现在马上打电话给猪猪侠 喂 猪猪侠吗 我的孩子不见了 你能不能帮我找一找呀 好好好 那我们在家门口等你 咻 美家妈妈 大鱼 你们别着急 我马上查一下附近的监控 哦 原来他们被怪兽带走了呀 你们别着急 我这就去救他们 怪兽快放了欢欢和麦琪 不然就让你见识见识 我猪猪侠的厉害 哈哈哈哈 猪猪侠 就你的光波 我才不犯呢 你不怕是吧 看我的 猪猪侠光波发射 猪猪侠 怎么这么厉害呀 欢欢 麦琪 别怕 我猪猪侠 这就送你们回去 美家妈妈 我现在已经把他们给你送回来了 谢谢你猪猪侠 不客气不客气 那我就先走了 对了 手机前的小朋友们 你们能不能发送小红心 帮我们谢谢这么正义的猪猪侠呀 同学们 今天你们的迷糊老师有事 就让我超人强来给你们赞课 今天这节课 就让你们来画画比赛吧 不过谁画的好 我就可以奖励他一个好吃的帮帮堂哦 真的吗 超人强老师 每人发一张紧现在就开始比赛吧 哈哈哈哈 我猪猪侠画画可厉害了 我现在就画一个苹果吧 哈哈 看我画好了 我飞飞画画也漂亮了 那我就来画一个淡淡的草莓吧 先画一个椭圆 然后再画上上面的草莓籽 然后再画上草莓的叶子 绿色的 好了 我的草莓也画好了 超人强可是我的大哥 我不管画的怎么样 他肯定都会把宝宝糖奖励给我的 那接下来我就随便画一画吧 好了好了 老师 我们都画好了 好好好 你们都画好了 那我们就来问问手机前的小朋友们吧 小朋友们 你们说猪猪侠画得好不好呀 如果画得好 就发送数字666 如果飞飞画得好 就发送小红星吧 如果是波比画得好 就发送数字888 啊 是让小朋友们拼了呀 早知道我就画漂亮一点了 罗密欧 夜幕忍者 今天我们睡衣小英雄 要和你们大战一回 谁让你们总是欺负小朋友们 今天我们就要来好好教训你们 哈哈哈哈 睡衣小英雄们 就陪你们三个 能打败我们两个 我可是实验的专家 我可是用了科学力量 帮助夜幕忍者变得特别厉害呢 哼 我们才不相信呢 我们最近小英雄三个 还能打不过你们两个 那我们就来比试比试吧 好呀好呀 没问题 来吧 看我飞臂侠的厉害 光波发射 让你试试我夜幕忍者的厉害 这夜幕忍者怎么这么厉害呀 别担心别担心 飞臂侠让我来 看我的猫勺子能烂光波发射 看我的 这夜幕忍者 太厉害了 猫头鹰现在只剩下你了 我只用我两成功力 就可以把你打败了 这可怎么办呀 对了对了 手机前的小朋友们 听说你们的小红星特别厉害 你们能不能发送小红星 只有补充能量 让我教训夜幕忍者 和科学怪人吧 拜托你们了 好好好 小呆呆 飞飞 你们终于摇到了我的手里了 今天不会有人来救你们的 怪兽快住手 我告诉你 小呆呆和飞飞是我的好朋友 我不许你伤害他们 哪里来的小布丁呀 可在这里说大话 你也不看看这是哪里 这是我们怪兽基地 你还想救他们 要不然你就快走 不然我就会把你也就抓起来 怪兽 我才不怕你呢 你快点放了他们 不然我就会教训你 就你的小孩 口气到不小 那我要看看 你到底有什么本事 你不相信我是吧 那就让你试试我 嘴衣小英雄的厉害吧 看我的猫小子 光波发射 打不到吧 我还以为你多厉害呢 原来就是这些 看我的怪兽 黑暗光波发射 这怪兽 也太厉害了吧 小朋友们 你们快发送速子666 通知我的好朋友 CB侠和猫头鹰 一起来教训这个怪兽吧 拜托你们了 哪家妈妈 我回来了 妈妈妈妈 我也回来了 妈妈妈妈 我我也回来了 大鱼 朵朵 缓缓 你们的弟弟 麦琪呢 妈妈 麦琪在后面呀 弟弟 弟弟怎么不见了呀 你们这三个孩子 真是太没户了 弟弟都不见了 你们还不知道 现在呀 你们赶快去吧 弟弟找回来吧 好的好的 妈妈 我知道了 不过弟弟到底去哪了呀 哥哥 我知道 我们经过了一家 卖糖果店的 弟弟是不是在那里呀 那你们在家里等着 我去看看吧 弟弟果然在这里 麦琪麦琪 快 我们回家了 不嘛不嘛 大鱼哥哥 我我想吃糖果 弟弟弟弟 吃糖果对牙齿不好 你看那个卖糖果的叔叔 他的牙齿长得多难看呀 就是糖果吃多了 如果你糖果吃多了话 你的牙齿也会变成那样 你想不想要呀 啊 会长成这个样子呀 他他太出了 我我不吃糖果了 大鱼哥哥 那我们快点回家吧 对啦 手机前的小朋友们 你们也要少吃糖果 不然牙齿会长猪牙 我的汽车 我的汽车去哪里了呀 猫小子猫小子 你可不可以帮帮我找一下我的汽车呀 对不起对不起猫头鹰 我现在马上去执行任务 去救小朋友 所以帮不了你了 那那好吧 执行任务重要 飞币下飞币下 我的汽车不见了 你能不能陪我一起找一找呀 哎呀猫头鹰 对不起对不起 我也要去执行任务了 我快来不及了 哦 对了 一整天丢三落四的 这个习惯得改一改 那我就先走了 那那谁能帮帮我找汽车呀 猫头鹰猫头鹰 你说你的汽车不见了 我来帮你找吧 谢谢你乐迪 那猫头鹰 你做好了 我们准备起飞咯 猫头鹰猫头鹰 你看前面那辆 是不是你的汽车呀 哦 我想起来了 昨晚执行任务 把汽车放着去追怪兽了 真是太谢谢你了乐迪 不客气不客气 下次呀可不要再丢三落四了 嗯 我知道了 对了 小朋友们 你们能不能发送小猫星 帮我谢谢乐迪 找到我的汽车呀 对了 手机前的小朋友们 你们可不要学我丢三落四的 一定要把自己的东西看好哦 卖起 走 妈妈带你去逛超市呀 嘿嘿嘿 妈妈 那咱们现在就出发吧 哎呀 瞧妈妈这记性 妈妈忘记带钱包了 你再不要等一下 妈妈去拿钱包 好好 妈妈 你就快去吧 咯咯咯咯咯咯 前面有个小猫星 嘿嘿 反正这附近没人 今天我就把你给抓回去 小朋友 你怎么在这呀 我妈妈进去拿钱包了 我在这等着她呢 哦 你妈妈进去拿钱包了呀 哎呀 刚凑巧 我刚才看见你妈妈从后门出去了 走 我带你去找她呀 啊 是吗 那好吧 咱们走吧 哎 小猫鸡 小猫鸡 你不能跟她走 她是坏人 小呆呆 我跟你无怨无仇 你干嘛这样说我呀 你可别坏我好事 今天你就是不能带她走 你要是带她走了 我 我就叫猪猪侠 别 别 哎呀 我走就是了 别那么大火气嘛 哎 这小呆呆 坏我好事 麦奇 妈妈出来了 咱们走吧 妈妈妈妈 刚刚有个坏人 想把我骗走 说就为小哥哥帮助我了 啊 这样呀 哎呀 这是谢谢你了 要不是你 我家小猫鸡 可能就被他骗走了 没事的 麦奇妈妈 下次你可别把麦奇 一个人丢在路边了 嗯 知道了 知道了 下次一定不会了 屏幕前的小朋友们 你们也要记住哦 以后出门 要紧紧跟在爸爸和妈妈的旁边哟 孩子们 今天妈妈来教你们唱歌 好呀好呀 妈妈 我最喜欢唱歌了 是啊是啊妈妈 我也可爱唱歌了 妈妈 唱歌有什么好的呀 我不爱唱歌 你不爱唱歌 就听着你的姐姐和哥哥唱 好吧好吧 那我就不说话了呗 来 朵朵 大鱼 来 跟着妈妈唱 我去上学校 天天不迟到 爱学习 爱劳动 长大要为人迷离功劳 来 朵朵 大鱼 跟着妈妈唱一遍 我去上学校 天天不迟到 爱学习 爱劳动 长大要为人迷离功劳 来 麦奇 跟着妈妈唱一遍 我 我去 上 上学校 天天 要 要 迟到 嗯 不爱学习 不爱劳动 嗯 一定要睡难觉 麦奇 你这天天想什么呢 刚刚妈妈是那样唱的吗 啊 妈妈 你刚刚不是这样唱的吗 小朋友们 刚刚麦奇 有没有唱的呢 要是没有唱的 发送小红星告诉他吧 小朋友们 你们会唱这首歌 夜幕忍者快放了我的兄弟 猫小子 你终于来了 我在这里等够多时了 夜幕忍者 告诉你 如果我发现你对我的兄弟们做了什么 我绝对不会侵扰你 你赶紧放了我的兄弟 哈哈哈哈 如果你这么一说 我就放了你的兄弟 我这还怎么统治忍者们呀 看来你今天已经做好准备了呀 那是当然了 我抓了你的兄弟 就是故意迎你来的呀 听说你最近学了一些新魔法 说呀 我想挑战挑战你 看谁的魔法厉害 好呀好呀 没问题 那就让你试试我猫小子的厉害吧 猫小子魔法 哟哟哟哟哟 哈哈哈哈 打不到我 打不到我吧 那就让你试试我 人者的厉害吧 人者光波发射 哟哟哟 这人者怎么这么厉害呀 我怎么会打不过他呀 哈哈哈哈 猫小子 看来你就这点本事 我要把你们全都关起来 哼哼 这样我就能统治世界了 再也没有人能阻止我了 小朋友们 不好 夜幕忍者要统治世界 你们快发送小红星 这样就能补充我的能量了 让我来好好教训这个夜幕忍者 救出我的兄弟们了 拜托你们了